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Otocount的Basic Maldi UOM 什么是Maldi UOM UOM也叫做这个U尿兰兰兰兰 其实就是不同的size 当我们做Ecot的时候 或者是开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单位 同一个产品可能是 它的单位 你看这个color可能是一个piece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叫unit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叫can 来到它是一个cutting 一个cutting的 一箱一箱小箱的 我们叫cutting 然后它也可能是 一个palette一个palette 这样子订货的 所以它的单位可能是palette 所以这种很多个单位 我们叫做Unit of Instruments 在Otocount里面 如果你是Basic Edition以上 其实我们有一个module 就叫做Basic Maldi UOM 这个module 所以这个module 你可以开单的时候 你可以用不同的单位 你可以用cutting 好像刚才这样讲 cutting或者是can 事不宜时 让我们来做一个example 所以你看 在这里我先讲解一下它的概念 先了解一下它的概念 它的概念就是 永远永远 我们是靠一个rate的 来计算它的那个单位 你就看最小的那个单位 如果最小的单位是 Yong Kang 然后它来到一个cutting的时候 是24 24罐 这样你就放24 如果来到一个palette的时候 一共有1920罐 这样你的rate 我们就放1920罐 应该是不宜时 我们来做一个示范 OK 进了autocar过后 你可以去stop stopitem maintenance这里 你开个新的item的时候 你会发觉 如果你的screen 是只有一个UOM 一个单位而已 这样就是讲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你配套 是不是basic edition以上 basic edition以上 是免费的这个 Multi UOM Basic Multi UOM 这个module OK 如果是免费的话 你只需要enable 这个module就可以了 怎样enable这个module 你去tooth Program control module setting 来到这里 你就click 这个module 这里module叫做basic Multi UOM 你click了一下 然后你OK 再次回到去你的item那边 你会发觉它有变化的 你看到它会多了一个base UM sales purchase 跟report UOM OK 这部影片 我们先放一个cocacola so coca cola item 你可以放short card cola 然后这边你可以放cocacola cola OK 简单就好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OK base 通常我们是放最小的 我在讲通常啊 so不一定是放最小的 你可以放中间的 你可以放一个carten 一个carten 当做是base 这个base就是拿来计算 它的单位 计算单位 我们永远是用base的 如果我们计算是用那个can的 一贯的 这样我们就放can 然后回去刚才 刚才那个是carten 一个carten是24 OK 24个can 然后最后一个单位是 看回刚才的那个图 OK 24乘以80 所以1920 OK 所以当我们key那个system的时候 我们就放那个palette palette是1920 OK 所以这边你就填1920 就可以了 so填好过后 你可以放价钱 你看can 可以是有can的价钱 cutton 可以是cutton的价钱 palette 可以是有palette的价钱 为了方便我就放一咯 OK 一块钱一罐 OK cutton一箱的话 可能你卖20块 你不要卖24块 比较便宜 一箱一箱卖比较便宜 所以你就放20块 然后如果一个palette 一个palette 这样卖 OK可能你更加便宜 1,800 所以你可以放不同的价钱 然后不同的size 有不同的价钱 你可以set那个单位 然后来到这边 你可以看 report 我们要看can 还是要看cutton 一般上可能我们比较喜欢看的是cutton 这样你就放cutton 然后来到这个purchase 我们买进来的时候 UM 跟什么UM 如果买进来是一个palette 你就放palette 如果你买进来只有cutton的 你很少买palette 有大的客户才用palette 这样你就通常买进来的单位 你偶尔只有一个客户是用palette 这样你就放cutton cutton比较适合 然后卖出去的时候通常是 卖can还是cutton 所以根据你的行业的情况 如果你是门市的 ok 扎货店 这样通常是can 如果你是批发 通常你批发是用cutton 所以这边你就放cutton 根据你的行业的情况 来设置这个setting 所以再检查一次 这个rate rate是based on那个based 然后它是24管 然后它是palette的话 就用24来乘80箱 80个cutton 这样整个setting就做好 然后你就save起来 ok 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去到purchase的时候 purchase invoice 它如果选到这个产品 so它会当场 选项 是cutton 当我们去到sales的时候 我们选项同样一个产品 看它的那个出来的 选项是can 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之前的设定 好 当然来到这里 你还是可以调整的 还是可以调整的 你要换can 还是cutton 都可以 ok 我们再来多一个sample 再来多一个sample 这个sample 是用Vidacent Vidacent Vidacent 这边你看我的base 我是放五罐 ok 我放五罐 五罐是一个base 如果它有很多multi 都没关系的 我们的系统是unlimited的 你有一个palette 也可以放 10罐的一个单位的也可以 so 这个是我一个建议 你可以这样set的 你可以放1s 5s 10s 如果你想不出 你要放什么 什么名 那个um 你不知道要放pisa unit 还是cutton 还是什么 没关系啊 你就放它的多少罐 你可以放10s 5罐的话就放5s 这样也是可以的 ok 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通常是用一罐来做最base的单位 可是我们也是可以 有时候你可能第一次卖 你只是放了5罐是最小的单位 过后你才卖一罐 这样你就不一定要把一罐 换成base的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啊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直接把它拿来除 1除以5 ok 因为之前的单位是5罐 所以你就拿1除以5 你的base 那个rate你就直接放 0.2 也是可以的 少过1都可以啊 单位少过1都可以 那个rate 然后 去到那个10罐的 10罐的就是10除以5 所以它的那个rate是2 好我们就拿这个sample 来做 怎么样去踢进去我们的系统 好 回去那个stock stockitem maintenance 我们加第二个item return so return 我们就放return so 这边有3个单位 所以刚才我讲 第一个单位 他可能做了 那个第一个单位是 5罐的 所以是5s 5s了 一个单位 然后再 来就是1s的 1s 不能小过1的 不能小过1的 要怎么样做一个setting呢 我们先把这个return 5s的 我们先save起来 ok 要换那个um 那个quantity deximal 我们是在truth option truth option 这里 有一个deximal的 在deximal这边 quantity 目前是0 如果你要放两个 有quantity 你就放2 display的话就是它 它时常会称到两个deximal的 如果你没有 go display就是 你有打到 0.2 它才称0.2 如果你有go display 它永远就是称0.2 它就fix在 两个dg在后面 如果你没有打 它就是0.00 你没有go 它就0 就只是称一个0 so 根据你自己的 要求 去setting这个东西 然后你ok了过后 ok了过后 我们就 你set了这个deximal point 一定要记住 推出autocount一次 它才会 update到整个系统 所有的quantity的deximal 所以一定要推出一次 然后推出了过后 重新再login回 去autocount ok 然后你去回刚才那个item 回大键这里 edit 在这边我们继续加 继续加1 ok一贯的单位 一贯的单位 它是拿5来除 ok 所以1除以5就是0.2 然后再加多一个 那个 十贯的单位 十贯的单位 十贯的单位它是 十贯除以5 十贯除以5就是2 所以它的setting就是这样子 ok setting就是这样子 so 在这里还是那句看你的 买进来是 五贯还是怎么样 你卖出去通常是一贯 你也是可以这样set 然后看report的时候看你是喜欢看五贯的还是十贯的 base 这边我们之前已经选择了 所以base永远是1 不是base的话可以小过1 可以小过1 或者是大过1 setting好过后我们就save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save invoice 你看我们最小的单位开了是 for vitogen的是1 我们卖的时候是用1 但是买进来的时候我们purchase purchase 这边 我们是拿那个vitogen的话 它是5贯的单位 ok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so 我们买进来是15个carton cocacola 卖出去6贯 6个can so 最后它的report应该会呈现14.75的balance purchase invoice 选择随备一个supplier 我们只是testing testing这个cocacola 15个carton 15个carton 大概大概10块钱15块钱一箱 15块钱一箱15块 so 225就save起来 ok do你要填你就填 你不要填的话你就 关掉 还有invoice也是可以关掉 然后我们就去sales invoice sales invoice这边 我们就选择customer的名字 然后就选择cola kola这边我们就卖了6块 6个can 6块钱6块钱我们就save起来 save起来过后我们去看那个stop balance report stop balance report so inquiry 你会看到这边 这边 可以有两种format 这个是以最小单位来看report 你如果不想用最小单位来看report 你可以换掉mo option这边 你可以选像default那个report的UOF 用default report 你再inquiry多一次 你看到他这边是14.75 14.75个ca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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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这个cocacola 这个产品 大致上整个basicum的概念就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想看到那个report更加仔细的 你看现在我们算出来是14.75个carton 其实autocal还有一个更好的系统 它是可以看到14个carton plus 20个can 它是更仔细的 它不是只是一个deximal point的 那个系统 那个module 我们叫做autocal advanced multiUM advanced module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我们这个autocal advanced 毛利VM的那个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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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